高考结束后,我在一个高端小区收费品收到学霸林宇航家中的时候,他嘲笑我,哟,高考失利了,来收垃圾了。 一日,他背着蛇皮带,跟在我身后捡瓶子,我瞪他的时候,他一脸伤心,我也考杂了。 开学,我俩拿着清华的入学通知书,在学校大门前面面相去,高考结束,我闲着没事干,准备收收费品,就输瓶子,我们家是做费品回收起家的,我爸被人称为垃圾大王,每次他听到这别致的外号,总是乐呵呵地拍着啤酒肚,垃圾大王就垃圾大王,好歹是个名号。 作为垃圾大王的女儿,我从小就练就了剪瓶子的火眼金睛,不过我爸说了,娃子啊,剪瓶子再牛逼,也只能赚个快钱,咱家缺个文化人,你努努力,考个清华北大,给咱们家光宗耀祖。 于是,我从专注剪瓶子到专注学习,这一努力,不小心拿了全校第一,而且还是稳坐宝座,可惜,一个转学生的到来,彻底打破了我的传说,转学生叫林宇航,听说是从国外回来的,从头到脚都是名牌。 我同桌说,他手上那块表可以买下一头牛,我仰头翻了个白眼,那块表,能买下一头金牛吧? 因为转学生人生地不熟,所以班主任安排他和我坐,我的同桌,一下子变成了钱同桌,我冲转学生咧嘴一笑,伸出一只手,很高兴认识你。 他冷冷地瞥了我一眼,无视我的嗜好,板着一张脸坐了下来,我心里,气了一声,装什么十三啊,虽然他对我爱达不理,但我好歹是班长,必须对他热忱相待,做早操的时候,我拉住他,同学,我们现在的早操是传统武术和广场舞结合的形式,我先教你一招,白鹤亮翅怎么样? 他冷淡地点点头,完全没看出我眼底恶作剧的光芒,于是,接下来,大家坐雄鹰起飞的时候,他一个人在那儿白鹤亮翅,整一个不一样的烟火,早操结束之后,我赶紧麻溜躲到小卖部,但,还是被他带到了,他咬牙切齿地将我从角落从拎出来,一张脸跟阎罗王一样,林书渝,你故意的是吧? 他在国外羊奶粉喝多了,一米八的高个子,虽然高高瘦瘦,但看得出来,底盘很稳,因为我踹他的那一脚,他纹丝不动,只不过,他那眼神更阴间了,在他抱走之前,我赶紧实施物者为俊杰,先求饶,大佬饶命,我只是跟你开个玩笑,你看你老是这么严肃,怎么融入我们这个活泼的环境中呢? 他闭了闭眼,放开我,下不为例 他走了,我拍着胸脯,对旁边瑟瑟发抖的老板说道,老板,来一包辣条压压惊 和林宇航同桌的日子,我们算得上和谐相处 没有划三八线,没有老死不相往来,更没有告黑状,钱同桌说我们,你们可真是相敬如宾,秦色和明 我一个大逼都把他拍墙壁上,你语文是体育老师教的吗? 这两词是形容夫妻的,没文化还不好好读书 林宇航见我和钱同桌打打闹闹,唇脚微冷一勾,继续低头算题 我突然有了危机意识,这孩子这么努力,又是从外国回来的,没准一个不留神就超过我了 于是乎,接下来上课期间,课堂是这个状态,老师,谁来回答这道题? 老师,我来,我自告奋勇,等我自信满满地算完题,准备从讲台下来的时候,林宇航站了起来,老师,他算错了 然后,他在众人的瞩目下,上前改正了我的错误,全班响起雷鸣班的掌声 他微微笑,我恨得咬牙切齿,整个课堂,变成了我和林宇航battle的场地 我们从班级battle到年级段,再到全校,最终battle到保送,保送只有一个名额,只有在我和他之间选择 我算了一下综合成绩,对垃圾大王老爸说 爱,女儿可能要令你失望了 别了,我的清华北大,结果,最终保送名额下来,那人居然是我 我爸激动地在公司现场,来了一段金蛇狂舞 员工都以为他抽什么杨贤锋 我去找林宇航,结果林宇航闭门谢客 他妈妈一脸抱歉转达他的话 宇航说,他没保送成功,心情非常不美丽 这段时间,他要不吃不喝 靠着自己的力量考上理想的大学,咱们祝福他吧 我,首先,林宇航这冷面阎罗王,就不会说心情不美丽这几个字 但林宇航不见我,我总不能挖个地洞进去吧 时间一晃而过,高考结束,我不用参加高考 但我关心某个人的高考,万一他心态不稳 因为被我抢了保送名额,又考杂了 这辈子不玩毒子了,复读 就他那笔纸还薄的脸皮,复读是不可能复读的 不过成绩得等一个月下来 我爸早就给我抱了各种旅游团 什么迪拜,什么马尔代夫,怎么烧钱怎么来 黑卡都给我了,我却一脸深沉 爸,我不想旅游,我想体验一下生活 等我爸知道我怎么体验生活的时候 又在偌大的办公室把拍桌子拍得当当响 痛哭流涕,呜呜我的女儿怎么可以去收费品呢 她可是学霸呀 学霸怎么了,学霸就不能捡瓶子了 万万没想到,我收费品的第一天 就遇到了林宇航 几个月没见,她仿佛又高了 我最近都在追真还转,脱口而出 林宇航,你又长高了 林宇航投给我一个冷漠的眼神 如果我没看错,那眼神左边写着你是智障 右边写着我和你熟嘛 我嘻嘻一笑,开个玩笑 高考结束了 你家里一定有很多不要的书吧 给我吧给我吧 咱们是老同学 我给你打个九点五折 林宇航双手还胸 居高临下地看了我一眼 其实林宇航称得上面若关玉 以前我光顾着和她斗智斗勇了 都忽视她这张神言了 她脸上最特别的当属那双桃花眼了 薄薄的眼脸 配上浅浅的卧蚕 以及蜜儿长的睫毛 一双眼睛跟心灵窗户似的 仿佛会说话 她薄唇清起 高考失利了 你来收费品了吗 这货 故意的吧 我倾壳一声 挺直腰板 我已经保送清华了 哦 差点忘了她点点头 所以 你是上门炫耀来了吗 我举了举手里的秤 大哥 我是来收费品的 快快快 现在卖费品的竞争 很激烈 收完你这里 我还得去收另一家 林宇航哼了一声 转身往屋里走 我扒拉着门框 伸着脖子往里喊 记得拿不要的书和纸皮 有瓶瓶罐罐 也可以 自己有脚 滚进来 嘖嘖 请客人进门还这么凶残 这不是我第一次来林宇航家里了 上次来找她 结果她闭门谢客 卧室的门关得紧紧的 我在阿姨怜爱同情的目光下 喝了一杯红茶 并且兜着走了一盒进口巧克力 走之前 阿姨摸了摸我的头 下次还来玩 别拘束 我没拘束啊 就是有点搞不懂阿姨 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哦 对了 上次她问我 爸妈在做什么 我说在收费品 林宇航出来的时候 见我直挺挺站着 见眉微拧 坐呀 我笑了笑 不了不了 因为今天收费品 所以我穿得比较朴素 再加上也怕弄脏了他们家的沙发 结果 林宇航脸色更臭了 让你坐你就坐 我麻溜地坐下 喝什么 我微笑 白开水就好 她又似听到什么不可思议的话 语气微扬 我给你泡一杯咖啡吧 我 大哥 我收费品收得口干舌燥 喉咙冒烟 你让我喝咖啡 你果然还在记恨我抢了你名额的事情 林宇航住的是高端小区 这套小区我知道 因为我爸也买了一套 说是奖励我保送清华 看林阿姨的谈吐和气质 看得出来他们家境不凡 而且还是那种有文化的家庭 不像咱家 爆发户 林宇航端着咖啡出来的时候 便看到我左看右看 一副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模样 你在看什么 他问 哦 没什么 就觉得你家装修挺好看的 不像我家 整得金光闪闪的 进门不戴墨镜都会被亮瞎狗眼 两相对比 我爸的品位 堪忧啊 点评完他家的装修风格 我对上林宇航的目光 发现他正直勾勾地盯着我 眼里有我看不懂的光芒 我黑黑一笑 怎么了 他收回目光 抿了抿唇 房子只是一个遮风挡雨的地方 好看与否 并没有太大区别 我点头 表示赞同 我一直觉得 纵有良田万寝 不过日食三斗 纵有广煞万间 不过夜宿三尺 我搞不懂 我爸妈为何那么乐中于买房 狡兔三哭 他俩狡兔不知道有多少哭了 我喝了一口咖啡 眸子一亮 本以为会苦到家 结果竟然甜甜的 林宇航坐在我对面 我加了糖 哦 谢谢啊 他顿了顿 说了句 不客气 喝完咖啡 我准备打包旧书 看我闲熟的动作 林宇航蹲下要帮我一起 我白白手拒绝了 挨挨别别 您的小嫩手别磕着碰到了 我以前老干这个 也看爸妈做 跟吃饭一样 本能动作 林宇航却握住我的手腕 别逞强 你手都被绳子勒红了 我看着他握住我的手 五指修长 骨节分明 一看就很适合弹钢琴 那掌心贴在我手腕上 暖乎乎的 还带着电 我俩跟机器断电似的 就这么安安静静地站着 我看着他 他握着我的手腕 如果再加一个深情的BGM 完全就是偶像剧画面 就在这时候 一道好听的声音传来 宇航 我俩琪琪回头望去 门口站着一个芭比娃娃 抱歉 并不是我乱形容 但这女孩 跟我爸给我买的第一个 芭比娃娃 简直就是亲姐妹 粉色蕾丝裙 蕾丝裤袜 披肩卷发 还跨着一个蕾丝小包包 用甜蜜蜜的夹子音说道 宇航哥哥 我回来了 我鸡皮疙瘩 集体起立离家出走 我望向林宇航 他丝毫没有见到 故人的喜悦之情 反而像便秘了多年一般 一张俊脸夹杂着 极其复杂的神色 我大概解读了一下 左脸写着 鸭怎么回来了 右脸写着我该怎么办 蕾丝小公主看到我俩手叠手 翘脸一垮 几步走到我们跟前 我麻溜地抽开手 蕾丝小公主上下打亮了我一眼 Who are you? 泽泽 又是一个喝过羊墨水 回来装十三的 我故意逗她 I'm fine, thanks 一旁看戏的林宇航挑眉 好整以侠地看着我 蕾丝小公主一脸嫌弃 乡下人 真漏没品 你就不配站在Jhouse 房子里面 因此侮辱了宇航哥哥的家 林宇航福娥 一脸不忍直视 我嘴角抽搐 你说英文我忍了 你还中英夹杂 腰秀哦 我脱口而出 什么秀 蕾丝小公主没听过这方言 我看了看万表 觉得再和他们玩下去 今天的任务就完不成了 我拍拍手 不打扰你俩叙旧了 我先走了 说着 我麻利地提起手里的旧书 咦 原来是收garbage垃圾的呀 巴比公主一脸嫌弃 大姐 这是废品 和垃圾 还是有本质区别的 林宇航不由分说 接过我手里 沉甸甸的书 我送你 不 他警告地看着我 我咽了咽口水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林宇航敷衍地 对蕾丝小公主说道 你随便坐 我出去一趟 说着 火急火燎地关上门 仿佛后面有野狗追一样 从电梯出来 见到外头的阳光 林宇航一副 获得重生的样子 我问他 刚刚那个巴比公主 是你的青梅竹马 听到青梅竹马四个字 林宇航俊脸跟旁边的石头一样黑 并不是 只是我们两家认识而已 你也是从国外回来的 感觉你普通话说得挺标准 不但标准 他还写得一首好字 我记得高二上半学期 省里举办写字大赛 林宇航获得了第一名 那一幅字我也看过 行云流水 大开大河 而且 这货数到南陈情表等 背得比我还滚瓜烂熟 我是中国人 他丢下一句话 走在我前面 我看着他的背影 总觉得万分高大 万万没想到 林宇航陪我收了一天的废品 我数着手里头的钱 喜滋滋地打电话给我爸 老爸 你猜我今天收到多少钱了 两百块 两百块呀 我爸在那端无脑夸我 我女儿真是棒棒大 挂了电话之后 林宇航见我 笑得眼睛不是眼睛 眉毛不是眉毛 也被我的情绪感染 不过两百块 你这么高兴吗 这是我辛苦赚来的 当然高兴 这叫成就感 他单手撑着额头 静静地看着我 我被他盯得不好意思 那啥 你陪我累了一天 我请你吃饭吧 我本来想问他 是要去吃日料 还是法餐 因为他们这些人 不就爱吃这些吗 我爸其实很讨厌吃牛排 觉得血乎乎的 他觉得 人好不容易 走到食物链顶端 为什么还要如毛饮血 但上流社会 就是用牛排几分熟 以及红酒几几年 来看你的身价 讽刺极了 我想吃麻辣烫 林宇航在我开口之前提要求 我挖了挖耳朵 没听错吧 他想吃麻辣烫 你确定你要吃麻辣烫 他什么时候这么接地气了 嗯 他点头 不怕地沟油 他脸僵了一下 不怕蟑螂老鼠在锅里游泳过 他眉头凝成了一个穿字 不怕服务员把大拇指插在碗里 林宇航磨牙 如果你不想请我吃饭的话 可以挑明 哈哈 跟你开个玩笑 我知道有一家麻辣烫 贼好吃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他眸光盈盈地看着我 这么说 我在你心里不是一般人 我点头 是 你在我心里不是一般人 我感觉他呼吸都停滞了一瞬 眸子亮如白昼 里面洒满了七代的星火 我笑眯眯道 你是二班的呀 林宇航 看他怒然拂袖而去的样子 我知道 他气大发了 我拉着林宇航 来到一家开了十几年的夫妻老店 老板娘看到我 笑呵呵道 书渝 你又来了呀 哟 还带了小男朋友来 真俊啊 我以为林宇航会反驳 没想到他坑都不坑一声 我摆摆手 同班同学 别误会别误会 一旁的林宇航冷哼一声 我又说错什么了吗 见他要坐下来 我说了句等等 然后抽了纸巾 替他擦了擦凳子 再做了个请的姿势 他眉头微挑 你干嘛 你不是解体吗 照顾你一下 他白了我一眼 你才洁癖 大哥 我要是洁癖 还会来收费品 老板 两碗麻辣烫 要麻要辣 还要烫 好嘞 麻辣烫上来之后 我呼吱呼吱开吃 吃得满头大汗 一旁的林宇航 跟吃西餐一样 慢调思理 还有时间指导我 吃慢点 没人跟你抢 好吃 我抬起头 两眼泪汪汪 一半辣的 一半感动的 我有多久没吃麻辣烫了 该有半年多了吧 自从我妈参加一个什么富太太茶会回来 把家里刚炖好的猪肘子 大蹄膀 以及牛肉等通通扔了 说以后 家里只能吃精致营养的餐食和点心 我和我爸吃了半年 我和我爸吃了半年所谓营养餐食 每天晚上饿得脑强 某天晚上 我和我爸不约儿童悄悄去厨房吃泡面 饿得两眼绿油油的妇女一见面 无语宁夜 唯有泪千行 不过好处也有 自从借了这些高蛋白高漂亮的食物 我爸的高血压高血糖 高血脂 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啤酒度也瘦下去不少 我整个人也鲜瘦了不少 对了 我还记得当时我太久没吃肉包 馋得很 后来做早操的时候 我滴血糖 眼前一黑 是林宇航扶住了我 等我眼前的小星星散去 便对上他担忧的眼神 他低声问我 怎么了 要不要送你去医务室 这语气这态度 是和我在课堂上抬杠的那个敌手吗 我气若油丝 去医务室就不必了 我想吃肉包 那种流油的大肉包 那天 我一口气吃了五个大肉包 吃到林宇航阻止我 别吃了 再吃你肚子要爆炸了 我眼泪汪汪看他 口齿不轻道 谢谢你 我太久没吃肉了 我记得我说完这话 林宇航看我的眼神 是怜惜夹杂着同情 就和现在一模一样 对对对 就是这种胜负一般的眼神 仿佛要普度众生一样 你干嘛这么看着我 我脸上有东西 我用油乎乎的手摸了摸脸 他抿了抿唇 抽了一张纸巾 细细地替我擦拭脸上的油污 我愣住 能不能请问一下 你在做什么 他不答反问 从明天开始 我跟你一起收费挺 他眸光如窗外的春色 荡漾着涟漪 我 他补充了一句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当作体验生活 我欲言又止 他看着我 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我倾壳一声 那我就直说了呀 你要和我一起收费品 那赚的钱要怎么算 五五分吗 五五分 太心痛了 他原本期待的毛子 按了下来 恨恨道 朽木不可凋叶 我怎么了我 吃完麻辣烫 我准备去付钱 林宇航先我一步买了单 我正诧异 他解释 明天我要跟着你 这顿当然是我出 好吧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不早了 我送你回去吧 林宇航说道 我摆摆手 不用了 我爸待会来接我 他闭纯 那我陪你等你爸来 这里比较偏 你一个女生不安全 我凑过去看他 哎 林宇航 我之前不知道 你居然这么绅士 看来人不可貌相啊 因为距离太近 我能看到他脸上 细细的绒毛 好家伙 这孩子的皮肤 比不少女生都好 一点毛孔黑头都没有 而且 耳朵还跟染了胭脂一般 惹得我想上手摸一摸 但我忍住了 他躲开我的眼神 语气有些不稳 你这是夸我还是骂我 我拍拍他的肩膀 同志 我当然是夸你了 我寻思着 我爸今天是 开他刚买的跑车 还是商务车来接我 结果 他骑着小电驴来了 还戴着皮卡丘的头盔 我不禁给我爸点赞 什么叫人老心不老 说的应该就是他 我爸骑着车哒哒哒 来到我跟前 摘下头盔 憨厚一笑 闺女 老爸来接你了 等急了吧 说完 他望向旁边 这位小伙子是你朋友吧 要不要叔叔烧你一程 我眉眼看着这小电驴 超载了呀 好在林宇航有自知之明 摆摆手 不聊 不聊 叔叔 林书鱼 再见 我坐上老爸的小电驴 问他 你怎么突然开小电驴了 嗨 这是你陈叔的 我太久没开了 过过干瘾 放心女儿 车就在附近 老爸怎么舍得让你冻着 不啊爸 我贼喜欢这种敞篷的 咱们去江边都一圈吧 老爸惊喜道 OK OK 嗨到半夜的结果就是 我和我爸双双感冒了 但 我们同时都身兼致残地去工作了 他还好 坐在办公室指点江山 而我 一边收费品 一边醒鼻涕 林宇航看不过去了 你还是去医院吧 我怕你待会挂了 我仰头打了个喷嚏 赶紧擦了擦鼻子 呸呸呸 乌鸦嘴 我会活得比乌龟还长久 你确定 王八活千年 你也要活这么久 嗯 那倒不用 等等 怎么成王八了 我怀疑他在内涵我 接下来去王沈家里 他家里贼多废品 林宇航拗不过我 只能意不意驱跟在我身边 刚到王沈家门口 我便闻到一股刺鼻的味道 林宇航 面色一沉 是煤气泄露了 王沈还在里面呢 我正要往里冲 林宇航拦住我 你打电话 我进去找人 林宇航 他撕下身上的衣服 沾了矿泉水 捂着口鼻 冲进了屋内 我打完电话后 也如法炮制地紧随其后 屋内窗户紧闭 气味刺鼻 林宇航 见我跟着进来 他脸色阴沉 但这时候 没空骂我 走到屋内 王沈正躺在床上 一动不动 屋内随时都有危险 我们确认王沈 还有呼吸之后 林宇航将他背了出来 一切尘埃落定之后 警察叔叔 赞许我们建议勇为的行动 同时也批评 我们鲁莽行事 王沈并没有生命危险 看到我 他抱着我就哭 喃喃 我过不下去了 我知道 王沈的儿子女儿结婚之后 就把二老丢在老家 王沈的老伴去世了 他一个人 靠收废品 艰难度日 我经常带着东西 来看他 王沈 要不你来我家吧 王沈擦擦泪 一脸一律 去你家 我点头 我们家很大 大概多大呢 在里面需要车代步 应该够王沈迷路了 安抚完王沈之后 我走到门口 没想到林宇航 已经在门口等着了 你要收留王沈 他一脸严肃 我点头 你考虑清楚没有 这不是收留一只猫一只狗 而是一个人 还是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 他分析 我眉头拧起 他这话什么意思 是觉得王沈老了 就该被丢在角落里 自生自灭吗 不然呢 让他一个人孤苦伶仃 那类似今天的事情 还是会发生 我不是这意思 我的意思是 在帮助别人的同时 也要考虑自己的能力 不要因为一时冲动做决定 我安静地看着他 他一直很理性 我是知道的 但是有时候理性过头 就有点冷血了 我可能因为感冒 有些心烦意乱 不耐烦到 我又不是让你收留王沈 你操心那么多干什么 说完这话 我已经后悔了 但说出去的话 就是泼出去的水 收不回来了 林宇航先是愣住 随后他安静地看了我一眼 唇角冷冷一勾 对 是我瞎操心 我们就这么不欢而散 王沈在医院 观察了一晚上 确认没事之后 我便让陈叔 将他接到家里 和林宇航冷战的第五天 我决定和他道歉 智者说过 先道歉的人 不一定理亏 但一定大度 我发信息给林宇航 亲 还收费品部 发完 我盯着手机 紧张不安地等待 十分钟过后 那边发来一个字 收 我咧嘴一笑 几日不见 林宇航里了发 整个人愈发干净清俊 只是穿着简单的T恤 便犹如最耀眼的光芒 直直扎进你心底 我看着他一步步朝我走来 始终一步开目光 心里有道声音告诉我 林书渝 你惨了 你醉入爱河了 卖完废品 我问他 过几天我生日 你愿意来我家吗 他点头 荣幸之志 我把家里地址发给他 他看完 眼神充满了怜悯和心疼 你这是什么表情 我一头雾水 他垂下眼睫 掩盖眼底的情绪 伸手摸了摸我的脑袋 温声道 好 我一定准时参加 等我回到家 我摸着头顶 上面依稀 还有他手掌残存的温度 林宇航 他摸我头了 老爸从旁边大摇大摆地过来 闺女 这是你成年后第一个生日 咱们得隆重办 怎么烧钱怎么来 把你班上同学都请来热闹热闹 要不咱低调一点 以往的生日 我只需要一碗长寿面 两个荷包袋 以及爸妈送的礼物 足矣 可惜 我爸这回事铁了心了 我晓得 他又要炫耀我保送上清华了 算了 让他嚣张一回吧 回了房间 我一一打电话给班上同学 百分之九十的人都愿意参加 只有班花 陈薇薇在电话那头阴阳怪气 哟 你一个穷鬼 还生日宴 你买得起蛋糕吗 我微笑 你来就是 要蛋糕是吧 撑不死你 晚上 我闺蜜刘雅发信息敲我 姐们 他们拉了一个群在吐槽你 群主是陈薇薇 我 然后 雅雅直接发了好几张对话截图给我 我看了一眼 想笑 大概就是吐槽 我没钱还装逼 明明是个捡垃圾的 还打肿脸充胖子 说我不自量力 明天他们一定要狠狠嘲笑我 让我下不来台 我纯纯一个无语 我本着热忱的心 邀请他们参加我的生日宴 可他们却想着对付我 人与人之间基本的信任呢 雅雅也有些担心 疏于 我这边还有点钱 咱们买个大蛋糕 一定不能让他们看扁了 对了 我姐姐空了一套房 我拜托她借给我们开生日宴 我很感动 但拒绝了 有一件事 我想告诉你 啥事儿 其实我是林国父的女儿 那端是手机砸地上的声音 片刻之后杀猪般的嚎叫声传来 你说什么 再说一遍 你是谁的女儿 林国父啊 那边以头腔地 其实我爸也没怎么样 他就是靠收费品发家的 但是他走的是国际路线 我曾经问过我爸 老爸 咱们家究竟有多少钱 老爸沉吟 大概绕地球一圈或者两圈那种 我 一日 雅雅率先来我家 参观完我家之后 她抱着我的大腿 开始惺惺眼 富婆 范范 噩噩 我抖开她 出息 雅雅爬起来 讲真 我从来没见过你这么接地气的富二代 我白了她一眼 你直接说我图好了 不过 我的确低调了一点 不穿名牌 不坐豪车回家 不坐腰 更不炫富 我在学校的形象 就是一个有些抠抠嗖嗖 外加埋头苦读的普通学生 午后 雅雅在我屋内打游戏 我去后花园挖土 为什么挖土 主要是陈神给了我一把向日葵种子 我想种上 想想一堆向日葵迎着太阳微笑的样子 那得多壮观 我忙得热火朝天 汗流加倍的时候 陈嫂跑来叫我 小姐 门外有个男孩来找你 她说她叫林宇航 咦 她怎么这么早就来了 生日会晚上七点才开始啊 不过来了也好 帮我一起挖土 我一个人挖得腰酸背痛 多个工具人也好 陈嫂 你去休息吧 我自己去找她 等我灰头土脸出现在林宇航面前的时候 她有些心疼地看着我 我却忽视了她眼里莫名其妙的心疼 指了指她手里精致的盒子 你送我的生日礼物吗 嗯 她从喉咙中发出轻轻一声 我笑 我手太脏了 还是你帮我拿着吧 没事 她静止走到我跟前 掏出口袋中的纸巾 细细地替我擦拭脸上的汗水和脏土 既捡垃圾之后 你又开始做什么了 我不好意思说我种花 随口胡周 哦 我在后花园松土呢 她眼里的心疼更甚 他们都让你干这些吗 什么他们 干啥 我觉得我和林宇航可能有些鸡同鸭甲 但具体哪里出错了 我又一时之间找不出来 对于那些不想思考的问题 我通常都是把他们暂时丢到一边的 于是我道 林宇航 你帮我吧 没想到 穿戴整齐干净来参加生日会的林宇航 真的会蹲在地上帮我一起挖土 而且挖得贼起劲 最关键的是 他还不让我帮忙 我有点不好意思 你累了吗 要不休息一下 他抬头一抹汗 毛子温柔如水 里头若银河坠落 我不累 你去阴凉的地方休息一下吧 那我去给你倒杯水吧 等我倒完水 林宇航已经整理好了 辛苦了 我掏出干净的手帕 替他擦拭额头的汗 他也十分配合地弯下腰 近距离下 他的毛子越发清亮 像黑色的玛瑙石 羽结微卷 似会勾动人心 薄唇微粉 像极了我前头刚吃的桃花酥 林书宇 你一直盯着我看作什么 林宇航突然问 眼底都是促侠的笑意 没想到被抓了一个正着 我有点休脑 谁看你了 我是研究你皮肤 为什么那么好 一点毛孔都没有 林宇航原本期待的毛子 又按了下来 我默默地往后退了一步 据我对他的了解 他这表情就表示 他又要发飙了 可他逆了我一眼 不悦道 你躲我做什么 我怕你又骂我 他长长地吐出一口气 伸手摸了摸我的脑袋 林书鱼呀 林书鱼 你可真是一个鱼木脑袋 是吧 上次说我朽木不可刁野 这次说我是鱼木脑袋 我谢谢你哦 过了一会儿 我反应过来 大哥 你刚洗手了吗 林宇航默默地把手 从我脑袋挪开 我欲哭无泪 得 又得重洗一次了 你看咱俩弄得一身汗臭味 要不去洗个澡吧 嗯 我领着林宇航去二楼 见我熟门熟路的样子 林宇航小心翼翼地问我 你平时都做什么 哦 他是问我高考结束后 平时都在家做什么吧 我想 他们这种书香世家 估计林宇航在家都是练字 弹钢琴来打发时间 至于我呢 我要么摊在床上玩手机 除了吃饭如厕 绝不下床 要么就玩游戏 玩个昏天黑地 哎 这么想起来 我的日子 可真是过得朴实无华 我停在一间客房外面 你先进去吧 我让陈嫂 给你拿毛巾衣服过来 嗯 林宇航停顿了下 有些担忧 我可以随便使用这房间洗澡吗 会不会影响你 影响我 这从何说起 不麻烦呢 怎么麻烦了 我一头雾水 嗯 我去叫陈嫂了 你快进去吧 待会会有人给你送东西 交代陈嫂之后 我也回房间洗澡 雅雅见到我 很好奇 你干嘛去了 弄得一身泥土汗水 种花去了 对了 林宇航也提前到了 待会一起玩游戏 冷面阎罗王也来了 雅雅一脸惊悚 你让我和他一起玩游戏 我胆汁都要吓出来了好吗 林宇航有那么可怕吗 雅雅给我一一细数 听着雅雅口中描述的林宇航 我不禁疑惑 这是同一个人吗 你说的那个 面瘫 像个AI机器人 没有感情的人 真的是林宇航吗 我问雅雅严肃地点点头 我摸了摸下巴 可是这个没有感情的人 会陪我一起收废品 会大汗淋漓地跟我 坐在简陋的小店里缩粉 会在我滴血糖的时候 顶着食堂阿姨巨大的压力 给我买五个肉包子 会不管身上刚换的新衣服 蹲在地上帮我挖土 我严肃地摇摇头 你胡说 他不是这种人 雅雅一脸八卦地看着我 我无视他猥琐的眼神 进浴室洗头洗澡 顺便给自己做了一个面膜 心想 今天好歹是自己生日 不能太寒碜 我还是化个妆吧 再换身衣服 等我从衣帽间出来的时候 雅雅的嘴巴张成了O型 这还是我认识的林淑瑜吗 我提着裙摆 做了个公主鞠躬的姿势 相当做做 当然不是 请叫我林 公主 玛丽莲 书鱼 雅雅嘖嘖道 待会去打陈薇薇他们的脸 可惜 他们的脸我还没打到 倒是先打了林宇航的脸 门外传来嘈杂的声音 一吸听 似乎是我爸和林宇航的声音 两人似乎在吵架 雅雅嘴见到 Oho 岳父大人和未来女婿吵起来了 我白了她一眼 赶紧去救火 门外 林宇航一脸严肃地看着我爸 像极了带住了逃学的坏学生 一脸严肃 而我爸 一脸懵地站在原地 爸 林宇航 你们在做什么 两人闻声 齐齐望向我 我爸像是抓到救命稻草一般 挺着小啤酒渡跑向我 一脸委屈 闺女 我不知道咋回事 这小伙子居然教训我 哈 我不解得望向林宇航 你俩是有什么过节吗 林宇航眉头微皱 却依然耐心和我解释 林书渝 我并没有教训伯父的意思 我只是想摆正伯父的态度 偷东西是不对的 哈 偷 偷东西 我爸在自己家偷什么东西 东坡肘子吗 我爸委屈兮兮 闺女 我啥时候偷东西了 阿卫小伙子 我给猎工呢 我爸一生气 方言都飙出来了 林书渝 你过来一下 林宇航朝我招招手 我安抚完我爸 走到他跟前 他拉了拉我的手 我爸护仔 声音猛地拔高 你拧你爪子放哪里呢 这件事我就当没看到 你赶紧叫伯父把东西放回去 否则也会连累到你 我扭头问我爸 你拿什么了 我爸举了举手里拳头大的翡翠皮修 这是我送你的生日礼物啊 这小伙子 他指了指林宇航 他非说我偷东西 原来是个误会 这是我爸 他手上的是送我的生日礼物 不是偷的 不过 为啥要送我皮修啊 是暗示我长得像皮修吗 老爸的品位一如既往堪忧 我以为林宇航听了我的解释之后 会恍然大悟 但他没有 他依然紧皱眉头 语气愈发严肃 林书渝 做人最重要的是不卑不亢 绝不能虚荣 更不能做鸡鸣狗盗之事 我爸开始撸袖子了 小子 你哪条道上的 眼见我爸要去抽林宇航 我展开双臂 拦在林宇航面前 爸 今天我生日 冷静冷静 冷静个锤子 这是我家 我爱穿什么穿什么 爱拿什么拿什么 这小子说我偷东西 我能忍 我能忍 爸 人家是高考状元 哎呦小伙子 可能误会什么了 来来来 坐坐坐 叔叔让人给你们七茶去 我抽嘴角 我爸这毛病 一直没改 一看到人家有文化 就一脸崇拜地看着对方 谁让他才小学毕业 林宇航已经被我们整蒙了 这是怎么一回事 雅雅看戏结束 终于站出来说一句人话了 林宇航 你不会不知道 这是林书渝的家吧 林宇航当场实话 二楼露台 我们三人正在品茶吃点心看风景 我爸躲在角落鬼鬼祟祟 我放下茶杯 扶鹅 爸 您有话直说 我爸憨厚一笑 走到林宇航面前 掏出笔记本 小伙子 给叔叔签个名吧 林宇航 我知道此时此刻 林宇航内心的复杂程度 绝不亚于重动原理 我说 爸 你让晚辈给你一个长辈签名 这像话吗 咋不像话 英雄不问出处 年龄不是问题 他可是高考状元呢 高考状元 我翻了翻白眼 我撞了撞林宇航的胳膊 那你给我爸签个名吧 不然他今晚睡不着觉 林宇航一脸蒙地拿过笔记本 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我爸捧着签名喜滋滋地走了 走一半又回头 闺女 好好招待你朋友哦 想吃啥喝啥 尽管说 对了小伙子 以后有意向来叔叔公司工作吗 我忍无可忍 爸 我走我走 我爸走了之后 芽芽也识趣地找了个机会顿走了 我在林宇航面前挥手 嘿 你大脑还没转过弯来吗 他懵懂地望向我 眼神逐渐从迷离变得清明 接着 那双眼盛满了各种情绪 终于 他开口 林书渝 我一直以为你 啥 他斟酌了一下语句 你家境贫寒 哈 为什么你会有这种误解 林宇航 念如了一下说道 你和我妈说 你家里是收费品的 我微微汗手 对啊 我爸妈的确是收费品发家的 我也没说错呀 林宇航修长的手指幅额 眼底流淌过尴尬的无奈 那你为什么不坐我家沙发 怕做脏了呀 你每天都跟饿狼一样盯着食堂的阿姨 一次性吃五个肉包 你说你好久没吃肉了 我以为你 林宇航斟酌了一番 你家境不太好 我挠头 嗨 那是我妈干的 为我和我爸制定什么营养餐 饿死个人 那你怎么大烈日下去收费品 体验生活呀 而且你不觉得收费品 还可以锻炼身体 和讨价还价的口才吗 一举三得 那天 你爸骑着小电驴来接你 他还不死心 哦 那是我家司机陈叔叔的小电驴 我爸太久没骑小电驴了 过过肝瘾 那天晚上 我们沿着江边兜风 兜兜感冒了 不过很开心 林宇航不说话了 我知道 他的CPU正在高效消化这件事 他以往根深蒂固的三观正在重组中 两久之后 他才吐出一口气 林叔驴 你 我凑到他面前 离他不过寸驴 眨巴眨巴眼睛 我什么 他眸光闪了闪 喉结上下滚动 温热的气息喷洒在我面容上 沉默虚余 他一开目光 没什么 是我自己误会了 我一拍大腿 可不 我寻思着 我也没欺骗你啊 见他横过来的目光 我声音弱了几分 只不过是我做的事情 让你误会了 也是 谁会认为 一个富二代 会去收费品 一口气炫 五个肉包子啊 换我 我也不信 我生怕林宇航 心里落差太大 赶紧安慰他 其实 我算不上富二代 我爸就是运气好 赚了点钱 没什么文化抵运 我可羡慕你家了 一看就是 书香世家 你爸很喜欢 书香世家 我疯狂点头 那可特喜欢了 他说他以后 一定要帮我 找一个有文化底蕴的老公 是吗 他纯瓣微钩 神色愉悦 伯父 挺有想法 晚上七十 生日宴正式开始 全班同学都到了 包括要给我难堪的 那一群姑娘 陈薇薇一群人 看着超高层蛋糕 眼珠子都要掉地上了 林宇航走到我身边 小声道 我想他们和我一样 三观都在震碎和重组中 雅雅问我 要不要去侮辱他们一把 我沉吟道 算了 还是用蛋糕和巧克力 撑死他们吧 其实我们之间 也没什么实质性的恩怨情仇 没必要上纲上线 既然是宴会 那跳舞是必不可少的环节 我正吃着蛋糕 雅雅凑到我旁边 哎 林宇航待会会 邀请你跳舞吗 我看了一眼他的肚子 悠着点 你肚子快爆炸了 音乐响起 林宇航果不其然朝我走来 说实话 我说不紧张 那是骗人的 如果现在拿着血压仪过来测 我的血压绝对飙到一百八 林宇航走到我跟前 并没有弯下腰 也没有说我可以请你跳支舞吗 而是指了指我的嘴角 你嘴角有奶油 我的心情像在坐云霄飞车 从高空直直坠到地上 呜呜 我的芳心碎了 但我表面依然当作若无其事的模样 伸手想去擦 下一刻 林宇航抓住了我的手 我不解地望向他 我来他伸出大拇指 轻轻拭去我嘴角的奶油 动作无比轻柔 眼神温柔地快要滴下水来 我的心突然静了下来 我说 林宇航 想不想去我的秘密基地 秘密基地 他挑眉 不解 我的秘密基地 你是我第一个告诉的人 连我爸妈 还有我家狗蛋都不知道 狗蛋 哦 我养得太敌 林宇航 秘密基地在后花园 后花园并没有路灯 但青灰落地 更添了几层意境 我笑嘻嘻道 这里就是我的秘密基地 林宇航环顾四周 这里什么都没有啊 除了蝉鸣和蛙轿 我神秘一笑 指了指地上 在里面呢 林宇航 又要挖土 等我将土里的瓶子挖出来 我打开玻璃瓶 里面是我小时候玩的弹珠 林宇航一脸惊奇 你的脑洞可真是异于常人 居然会把小时候的玩具藏这里 我姑且当他是在夸我 现在我还这样干 用瓶子装着自己的回忆 埋在土里 等有空了 自己去看看 如果忘记了 百年之后 也有别人挖出来 林宇航听着我的喋喋不休 谋色如流水 轻躺涟漪 林书鱼 生日快乐 他说 我咧嘴一笑 谢谢你 林宇航 要不 你也写一句话 我不看 然后 你放进瓶子里 未来我们再一起打开 好 他在写的时候 我想凑过去一探究竟 他却将我的脑袋挪开 捂着不让我看 我唏了一声 神神秘秘 九月份 我拒绝我爸送我 自己坐高铁去学校 他摸着他的劳斯莱斯 泪流成河 说女儿长大了 不爱他了 我妈面无表情地将他扯回去 避免他在众人面前丢人现眼 刚进车厢 我便看到 坐在不远处的林宇航 他穿着一身浅色运动装 简单又清爽 看到我 他挥了挥手 很巧啊 我挑眉 可不 位置都在一起 他把我的行李放好 过程中不小心露出一截小妖 我赶紧将眼睛撇开 林书宇 你脸怎么这么红 他放好行李 关切地问我 一双桃花眸 无辜单纯地狠 车厢太闷了 我眼神左飘又飘 用手掌扇风 会吗 车厢有空调 不热 他意味深长地看着我 似要从我脸上得出些许答案 这家伙非要和我抬杠吗 我白了他一眼 因为我是从北极来的 旁边的老太太和老大爷笑咪咪道 青春真好 青春得搭配炎炎夏日 才有味道 抵达学校的时候 我俩已经满身大汗 棚头垢面了 接待我的学长 看了看我俩的名单 你俩是兄妹 我俩对视一眼 你看我们长得像吗 除了姓一样 我和林宇航五官气质 没一处相似 可三人成虎 我和林宇航是兄妹的事情 不知道怎么就传到了全校 我作为保送生 其实关注度并不高 但林宇航不一样 她是作为省状元考上这座学府 是妥妥的大熊猫 加上她颜值逆天 气质出众 所以一跃成为校园男神 作为男神的妹妹 我收情书和礼物收到手软 面对笔考卷还多的情书 我问林宇航该怎么办 她说让我看着办 于是我在每一篇情书上写上一月 再寄回去 至于礼物 大多数都是鲜花呀 零食呀 再送来送去 估计都馊了 我刚进学校不到两个月 已经胖了三斤了 一次在宿舍称完体重 我痛心疾首地打电话给林宇航 以后我再也不帮你收情书和礼物了 她呼吸平住 沉声询问 为什么 不知道为什么 我总觉得她语气充满了忐忑和期待 我呜呜哭泣 再吃下去 我就要不我爸后尘了 林宇航咬牙切齿道 林书渝 你这头猪 喂喂 怎么人身攻击呀 林宇航骂我我之后 过了几个小时 又发微信给我 下来 我有话跟你说 我都已经躺床上了 实在不愿意挪窝 给你买了煎饼果子 林宇航很懂得 打蛇打七寸的道理 我马上来 刚到楼下 她便开口道 陪我去打球 我这才发现 她穿着篮球服 有一说衣 是真的帅气逼人 煎饼果子呢 她翻了翻白眼 打完球给你买 好滴哥 她白了我一眼 谁是你哥 别乱认亲戚 我点起脚尖 勾住她的脖子 哎呀呀 反正全校都认为 我们是亲兄妹 我们就假戏真做嘛 这不是挺好的 她拨开我的手 冷冷丢下一句话 好个屁 则 书香市家的读苗苗 也飙粗口了 我原以为林宇航 是个书呆子 结果打起球来 也不赖 三步投篮 高高跃起 在路灯下 身姿若耀子 我一时之间 看呆了 心里那句独白 又神出鬼没 你惨了林书渝 你醉入爱河了 林宇航 打完篮球 朝我走来 我俩现在挺默契了 她一伸手 我就将水递给她 她仰头喝完 默契地把瓶子还给我 这是我们一起 收费品达成的默契 做完这一切 她俯身 说真的 这一刻我以为她要吻我 我下意识想要逃 可脚跟钉 在地上一样 动弹不得 就在我心里 一万匹草泥马奔腾的时候 她伸出手 拂去了我头上的柳絮 头上有脏东西 她说 我内心的羊驼瞬间 停了下来 前扑后继地撞车 哀号声 一片一片 为啥我会有浓重的失落感 林宇航 大庭广众之下 你注意点影响 万一有人不知道 林书渝是你妹妹 那你妹妹的桃花 不是被你搅黄了 她的囚友笑嘻嘻道 林宇航直起身 眸光沉脸 薄唇清起 她本来就不是我妹妹 别人可以追求她 我为什么不可以 晚上 我回到宿舍 林宇航发信息给我 你心里怎么想 我寻思了一下 回复她 你这算进水楼台先得月 还是兔子还吃窝边草 林宇航很快回复 都有 其实 内心深处 我是喜欢林宇航的 但 因为太熟了 不太好意思下手 要让我和她说 哎 我喜欢你 要不我们耍朋友 说出这话挺容易 但之后呢 万一我们中途分手 到时候连朋友都做不成 所以 为了我俩能永久做朋友 我将这份小心思 压缩成压缩包 藏在心底深处 除了我 谁也不知道 看着别人 给林宇航写的情书 我有时候 都会脑补自己 给她写一份真挚热忱的情书 开头就是 见字如物 可惜 想象 只是想象 我把这份感情藏在了嬉笑怒骂下 试图用水稀释 但万万没想到 林宇航会先捅破这层窗户纸 林宇航 直接打电话 过来 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 但你 放心 我这人没别的优点 就是喜欢从一而终 我笑了 我爸说过 人生就是一场好赌 他赌对了 成了人生赢家 娶了我妈 有了我这么聪明伶俐的女儿 那么 我也女成父业 学一学她的潇洒 好 恋爱第一天 我光荣富商 具体原因是这样的 林宇航想效仿24校男友 一大早给我送早餐 作为学校的香馍馍 她的出现都会引起不小的震动 所以 作为林宇航女朋友的我 竟然是从短视频看到她的 视频中的她 依靠在墙上 手里提着早餐 穿着简简单单 宛若轻竹而立 视频中的弹幕刷爆了 一句句老公看我几乎爆评 我磨牙 没和林宇航 确认男女朋友关系之前 我没资格吃醋 但现在 我眼里缓缓出现了一行字 当我折死 我立马整装待发 打算让所有人都知道 我是林宇航的女朋友 她明曹有主了 可惜 太过紧张 我踩到了不知道 谁丢的香蕉皮 直接从楼梯上 顺滑无比地滚了下去 直直地跪在林宇航 面前 双膝的哦 林宇航下得手里的早餐 都扔了 忙上前 扶起我 我摔得头晕眼花 张口就说道 我知道单膝跪地是求婚 双膝跪地是上坟 但我绝对没有要给你上坟的意思 林宇航一脸黑线地拉起我 确认我俩膝盖光荣负伤之后 眼里溢满了疼膝 我背你去医务室 不用吧 我自己能走 背 或者抱 你自己选一个林宇航不容智慧 那还是背吧 背着我 我至少能把脑袋埋在他背上 减少丢脸的程度 林宇航背起我 脚步顿了下 我不好意思地挠挠头 抱歉啊 最近有点吃胖了 也就胖了五六斤 林宇航带着笑意的声音传来 没事 就算你是一座山 那也是甜蜜的负担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 同志 麻烦您正常一点 土味情话不适合您 林宇航的背后时温暖 趴在他背上 我全身心都放松了 以前 我爸爸也经常背着我 他们忙的时候 我便在旁边玩 常年和垃圾废品打交道 老爸身上有一股奇怪的味道 但我却觉得安心极了 他忙完之后便会抱起我 用胡子扎我 逗得我 咯咯笑之后 再背起我 我问爸爸 爸爸 我中吗 他说 我希望你再中一点 现在 我爸是背不动我了 但 换了另一个人了 林宇航 你身上有股味道 我说 林宇航停下脚步 有些尴尬地 闻了闻自己 我早上洗过澡换过衣服了 有股让我安心的味道 林宇航安静了片刻 接着磨牙 林书渝 麻烦你说话 不要大喘气好不好 因为我膝盖受伤 笑医说膝盖暂时不要碰水 如果不是宿管阿姨拦着 林宇航恨不得住在我宿舍 因为她颜值太高 嘴还甜 所以宿管阿姨给她开了后门 于是乎 我社友每天都被我俩疯狂色狗粮 有次公开课 我因为膝盖不方便 所以请假了 林宇航刻上了一半就跑回来 手里还提着药袋 我来给你上药 她站在宿舍门口 一本正经 我黑黑一笑 学霸就是学霸 逃课的借口都如此清新脱俗 她抬手给了我一个暴力 没良心的小东西 说谁没良心呢 她将我按在座椅上 单膝跪地给我上药 那双肠耳卷的睫毛 随着她的动作微微颤动 林宇航有一双会说话的眼睛 直勾勾盯着你的时候 便会让你身陷其中 无可自拔 有些人明明正经得很 但却撩人不自知 说的应该就是林宇航 舍友们上完课 回来便看到这一幕 大家嘖嘖有声 我们退场 你们继续 不过前提是要给我们 一人一杯奶茶赌嘴 赌吧赌吧 胖不死你们 我和林宇航的恋情 很快就传开了 曾经喜欢林宇航的迷妹们 组团找上门 说实话 我很怕我一个馒头 被人打成花卷 他们约我去一家书吧 我给林宇航发微信 不用来找我 给我收尸就成 顺便给他一个定位 林宇航气喘吁吁 满头大汗赶来的时候 我正和他的迷妹们 手拉着手 笑得牙龈都快露出来了 真的吗 太搞笑了 红红火火 你们如果还想听 到时候我们再约时间 其他我不行 说说我贼厉害 嗯 我们留个微信吧 好啊 我微笑着掏出手机 林宇航 我知道他心底在想什么 他一定是在想 他这女朋友 一定有社交牛逼症 其实 我和林宇航 并不是一直相亲相爱的 我们也会为了学习上的事情 吵得面红耳赤 甚至国骂都出来了 每次实验的时候 同组的同学 都离我们远远的 生怕被殃及吃鱼 社友说 我和林宇航 是天作之和 因为换作别人 早被我们对得灰飞烟灭了 期末考结束后 我和林宇航 一起回家 我爸这次排除万难 硬是来车站接我 见我出了出站口 他颠颠地跑过来 闺女辛苦了 哎呀 瘦了好多 是不是没吃好 还黑了 爸爸心疼了 来 闺女 我帮你提着 谢谢你啊 林宇航尴尬地利在原地 任凭手中的行李 被我爸抢过去 我舔了舔嘴唇 爸 你忘记林宇航了吗 没忘没忘 高考状元 老爸怎么会忘记呢 我松了口气 那你也不反对 我们交往了哦 我爸安静了 足足有一分钟 接着若无其事的笑笑 闺女还谈恋爱了 我爸酸溜溜地 看了林宇航一眼 坐上我爸的劳斯莱斯 我对林宇航说道 先送你回去吧 没事 你把我放在地铁站就好 对 他说得对 年轻人 还是要多走走路 说完 一脚油门下去 恨不得立马飞到地铁站 到了地铁站 我爸停下车 目光灼灼地盯着林宇航 林宇航在他热烈的目光下 和我挥手道别 他行李刚放下 车子就有如离弦的剑 一般窜了出去 老爸 你是不是不喜欢林宇航啊 我直白问他 我爸沉默不语 半天后 他咬牙切齿道 不经过我的同意 就敢拱我心爱的白菜 我刚刚是给你面子 才没抽他 你当初那个崇拜劲呢 我纵然我爸不喜欢林宇航 但因为我喜欢 他也只能妥协 他告诉我 闺女 爸爸不会干涉你们谈恋爱 但你们一定要懂得分寸 无论任何事情 都得按部就搬来 小得不 他说得很隐晦 但我都明白 我和他再三保证 其实 林宇航十分尊重我 恋爱以来 我们仅限于轻轻抱抱举高高 在逾越的举动便没有了 唯独有一次 我们去校外做调查 突遇雷暴 导致山体塌方 我们回不去 只能暂时住在附近的宾馆 因为只剩下一间房 我们只能挤一挤 小宾馆连热水都没有 林宇航便去老板那边烧热水 来回好几趟 我看他也累了一天 却一直给我跑腿 十分过意不去 他却说 快点洗洗 不然感冒了 那晚上 我安心入睡 他却一夜未眠 宾馆的门也是坏的 我很想和老爸说 小时候 是您疼我爱我护我 而现在 将有另一个人 也一样 疼我爱我护我 女儿不亏 四年时间 一晃而过 我们将学士帽 往天上扔的时候 有种青春 一去不复返的唏嘘感 但这何尝不是 另一种新开始 我和林宇航 一毕业便都进入了研究所 嗯 我们研究航天的 工作四年之后 我们结婚了 唯一的闺女结婚 我爸恨不得把所有好的 都送到我手上 我和林宇航拒绝了 我们单纯的恋爱 顺其自然地 结婚 一屋两人 三餐四季 足以 在忙碌过后 我们可以 靠在一起 坐在阳台 看云卷云书 看落日余晖 看着天际 那边有我们祖国的 太空站 我爸 也知道我们 研究的东西 很伟大 他给我一张卡 告诉我 无论你们做什么事情 爸爸 都支持你们 老爸 谢谢你 傻闺女 老爸抬眼望天 当年我只是一个 傻也没有的孤儿 靠捡垃圾维持生计 后来 遇到你妈 我对她一见钟情 看她的第一眼 我就在脑海 脑补了我们的一生 你知道吗 其实 你们大意暑假的时候 林宇航找过我 啊 我诧异 他告诉我 遇到你的第一眼 他就认定你了 他想让自己变得 足够优秀和强大 才能保护你 他说 这辈子 他只想和你走下去 太真诚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 很像当年的我 所以我那时候 便认同他了 我笑了 谁让我是你女儿 挑对象的眼光 那是一等一好 晚上 林宇航来接我 我笑嘻嘻地勾住他脖子 要不要去秘密基地啊 他眉眼如春风 可以 我挖出一个瓶子 里面藏着林宇航当年写的纸条 我看到上面的纸条写着 林书渝 我喜欢你 往后余生 唯愿于你 共享余晖 并望霞光 你现在 我不许 都要不许 要不许